廟方人員還向我們透露 曾經有信徒親身經歷 目睹神明到家裡出任務 有一個在台北市內府區的 一對阿嬤媽 他們知道陳旺瑋的神蹟 他就要來麻煩陳旺瑋管教小孩子 結果他們本來是沒有拿香的 他們入境隨俗 來這裡一定要 雙腰台上下和上阿嬤嬰 結果他們來放第三次的時候 他們自己開口跟我講 說總幹事 你們想的神蹟很厲害 我說是什麼原因 他就說 他看的小孩子 某一天晚上 他們五六個人在客廳 七八點左右的時候在看電視 結果陳旺瑋武派 我們來換社長軍 去他家幫他管教小孩子 結果陳旺瑋的換謝將軍 進去他家看到媽媽 只有跟媽媽打個招呼而已 沒有講話 小孩子在房間裡面 進去裡面 謝將軍跟范將軍就幫陳旺瑋管教這位小孩子 結果半個小時以後 夏中軍跟范將軍 管教好了要走再跟媽媽打個招呼 結果隔天這個小孩子改變一個人 沒想到陳旺公陳旺媽身邊的得力助手 謝范將軍也加入了管教小孩的行列 不可思議的故事也曾發生在 另一位信徒家中 而這次感受到神威的 竟然是被管教的小朋友 小孩子來這裡放一個禮拜 衣服拿回去晚上讓他穿 這個小孩子晚上穿這件衣服 結果在睡夢當中 有一個阿公阿公的媽媽 你要比較乖 不然我要去打屁股 小孩子隔天跟媽媽講說 媽媽我前面去睡做民旺 一個阿公說 叫阿公的要比較乖 不然要打屁股 媽媽知道這就是我們陳旺公在管教他的小孩子 所以他認為 小阿公、小阿嬤他的生活也很好 果然是半年才排得到的陳旺教子服務 信徒的親身經歷就是最好的證明 陳旺公、陳旺媽的影響力 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 尤其最前線接觸信徒的廟方人員 想必有更深刻的感受吧 人家都說阿嬤謝謝啦 都說阿嬤謝謝啦 差這麼多了 我們家家現在很乖 跟阿嬤我也好 說會賺錢 不然不賺錢了 不出在做火 都會說要做火 這樣喔 有在賺錢、有在做什麼 這樣就很好 看大家好 你也覺得很開心 對啊 因為像我講 像阿嬤跟小孩之後 廟來結很久了 有來自外地 在臨時、高雄、甚至離島 還要去國外 去莊貴 那邊騎衣服回來 他們家裡來這裡放衣服 不管是遠從國外寄來的衣服 還是每週前程上鄉換衣服的信徒 我們在這裡看到的陳旺公、陳旺媽 就像是家人一樣 能夠一起解決屋簷下的問題 也顛覆我們對陳旺爺原有的嚴肅形象